这是一张相当珍贵的协和式科技的照片 照片当中它在四架法国战斗机的护航下 在吉布提上空进行编队飞行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它能够在跨洋飞行期间 长时间的保持超音速 而大多数的战斗机却只能在短时间维持超音速呢 大概有以下这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 发动机效率 协和式科技配备了专门为持续超音速飞行设计的强大发动机 它采用的罗罗奥林匹斯发动机 专门就针对高速性能进行了优化 拥有高效的燃油消耗率 使飞机能够在不过度消耗燃料的情况下 长时间的保持超音速速度 第二 结构设计 协和式科技的机身结构设计 能够承受高速飞行所带来的硬力 其流线型外形 加强结构以及采用钛等先进材料的选择 都是为了减小阻力承受超音速飞行所产生的高温 并在长时间的任务期间保持结构完整性 虽然也会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了 比如在飞行期间 其飞行控制台的后面 就会跟隔板之间凭空伸出一个 能够将帽子塞进去的缝隙了 第三 燃料容量 相对于大多数战斗机而言 协和式科技具有相对较大的燃料容量了 这张纽约5.1号博物馆的谷歌地图截图 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鉴于机翼容纳了大部分的燃料 而协和式科技的那堆巨大的机翼 与旁边的战斗机比起来 可以说已经能够当人家的油库了 这就使其能够携带足够的燃料 持续的挥霍在超音速的长途飞行上 第四 热管理 由于空气的压缩和摩擦 超音速飞行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所以协和式科技采用了 现金的热管理系统来散热和管理机身 在持续超音速飞行期间所产生的热量了 这包括将燃料当作散热剂来用 并结合冷却系统 以防止过度的温度升高 第五 结构热处理 协和式科技的机身是今天考虑了 在超音速飞行中所发生的膨胀和加热 它采用了独特的下锤式机头的设计 使飞机能够调整其形状 在超音速飞行时 减少空气动力的加热效果 相比之下 战斗机则主要设计用于获得战斗效果 而不是长时间的超音速飞行 他们通常将敏捷性 5G系统和雷达能力放在首位 长时间超音速的耐力倒是其次了 并且战斗机的燃料容量较小 而超音速飞行时燃料消耗更大 当然也就限制了其持续超音速的飞行能力了 最后战斗机的结构设计 也没有对长时间承受持续超音速飞行 所带来的高温和阴力做过优化 所以拼高速自然就是拼不过鞋盒了 实际上为了完成这张鞋盒式 唯一的超音速飞行的照片 它还深深地把自己的速度给降了下来 将就旁边飞得较慢的狂风战斗机 虽然后者已经使出了自己吃奶的劲了 我们下誓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